我们刚刚讲了Saturn Perturbation 现在紧接着我们要讲Adiabetic Perturbation 但是Adiabetic Perturbation因为牵扯到一些蛮好玩的现象 我现在还在考虑我要不要把它讲完 因为它会带领我们回到一本很简单很简单的课本 Greed Fifth这本的量子物理 有看过的人吗 有没有用过这本课本 Greed Fifth的量子物理 你们以前是用哪一本 薄薄的就是黄色蓝色那本 那还有另外一本就是很棒的 它告诉我们一下 很好玩的一个Adiabetic的processing 到底是怎么样 打个简单的比方 现在我们面临的 我们这边面临的就是说 很简单 我们这个刺激来了 你怎么样去反应它 那么现在我们要面临一个是说 假设我们Hamiltonian变化非常缓慢 缓慢到你都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记住啊 这个变化是瞬间就变化 对不对 那假设它很缓慢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会有这个现象呢 我们来打个简单的比方 我现在站在北极 我现在站在北极 然后我拿个单摆在我前面 它是不是降阵 然后我开始往赤道走 我走到赤道呢 还是一样啊 然后我沿着赤道走 它还是没有改变啊 然后我开始后退到北极 就发觉 我回到北极之后 我刚刚是怎么证 现在呢 是降阵啊 原来还不一样啊 来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再讲一次 我拿个单摆在降阵 然后我开始往地球 往地球上是圆的嘛 对不对 我往赤道走 然后呢 我拿着单摆是这样子 所以我往前走 走到了赤道 还是这样子摆 当然了 因为我又没干嘛 然后呢 我开始呢 沿着赤道走 比如说走了90 走了 刚好地球绕了四分之一 所以说你要看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继续往后走 结果你发觉 单摆转了90度 OK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种我们称之为 A Diabetic的一个process 也就是说 外在的变化很慢 你都不知道 你跟上了 你也不知道 那最后面呢 你得到结果是 你完全follow 这个外在的变化 最后得到了一个结果 跟你当初 你以为回到原来这个点 大家都要一样的 结果是不一样 OK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一种 相位的转变 因为单摆还是在正嘛 但只是相位有个改变 叫做berry face OK 这很骂我 没一件事情 我们上次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当我们有个电子 绕着一个圆 那个叫什么 线圈 电子在这边绕着的时候 我们说理论上 这个线圈里面有磁场 外面没有磁场 因为外面的分布是无穷大 所以磁场密度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外面 电子应该感受不到 里面有磁场 但那结果告诉你说 没有这回事 因为电子要感受到了 在量子力学 他要看的是谁 是B还是A 是A 纵使B只有在中间 但外面有A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有很多材料里头 很奇特的特性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你这个材料 我这个地方呢 有个杂质 这个杂质是有磁性的 就好像一颗磁铁一样 然后我电子跑过来 就电子过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这样子跑 也可以这样子跑 你告诉我 这两个跑法一不一样 要是以古典来讲 这哪有什么 哪有什么一样 他是他 我是我啊 对不对 就好像你开车 开到一个圆缓 开到一个 前面有块石头摊下来 你往右边绕过去 跟往左边绕过去 结果要一样嘛 对不对 你不要绕过去 是两个不同世界 那不是很吓人的事情吗 但是呢 那样子力学 他却告诉你说 这两个这样绕过来之后 结果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很多电子 跑过来的时候呢 因为电子到了这边 他有往这边走的几率 也有往这边走的几率 那最后两个 要合在一起的时候 假设相位不一样 是不是会产生干涉 那你告诉我 那发生什么事情 哇 那就好玩到不得了 结果发现很多地方 都只是这种感觉而已 OK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感觉 OK 好 那我今天呢 先跟大家讲很简单的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边呢 我先讲简单的 那好玩的呢 我先把这一章里面呢 基础的东西 先把它讲完 比较复杂一点的 我就暂时先不讲 好 什么叫AWS perturbation When Hamiltonian Very slowly OK 你说它的改变是非常非常慢 OK 非常慢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呢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 The system 它呢 处在于什么样 N零的这个state OK 但是呢 它变得很慢 以至于呢 你自己本身呢 你自己本身的变化 要能够做 Follow up的上 假设你自己也更笨 那就更缓慢 它在变化 我跟不上 那就不叫做 Athiabetic perturbation 我们的变化 要能够很快 也就是它在变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跟着 跟着调变 OK 当时间变到套的时候 你就变到这个 这个状态 但这个状态 请你记住 你是谁的状态 不是原来 Hermittonium 时间等于零的状态 不是的 而是 时间等于套 这个时候的Hermittonium OK 现在问题 有问题是 How slow 叫做slow OK 我们的问题 就好像回到 原先一样 多慢啊 叫做slow 我们可以做一种预估 OK 课本里面教我们 两种方法预估 那我们两种方法 讲完之后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先将这个主题 结束掉 那其他例子 我们下次再讲 How slow 我们有两种方法预估 它有 第一个方法 OK 好 我们举一个比方 我们上次呢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 有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大学所学到的 无穷方简 假设呢 有一个box 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 宽度呢 是L点 然后随着时间 眼镜之后 它渐渐渐渐渐的变宽 不晓得内提 我没有请你们做过 之前呢 我们在课本上面 有一个题目是说 请你球 当这个box宽度是大L的时候 它在这里头 Igon state 这个state会球嘛 对不对 大L就交过了 但是他紧接着问 请问一下 假设当这个盒子 瞬间 瞬间 从L变成到 几倍的L 请问一下 现在它状态变成什么 OK 我们这题有没有做过 它不是作业嘛 对不对 我又解过吗 我有解过是吧 有没有解过 大家都忘掉了 我有没有讲过这个 瞬间放大的 当然了 你变大之后 能接是不一样 但是你原来 比如说在其中一接 现在变大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原来在这边 比如说你原来在这边 就当现在突然间变大 Suddenly 那它是不是变成很多人接 请问一下 你变成在哪一接 还是你会有的能部 有没有做过这题 没有啊 那太好了 来 Homwork 来来来来 我问个老板 大家都说没有做过 OK 因为呢 跟我们这题会有一点点像 这个是瞬间改变 原来在这个状态 现在突然间状态 整个都变化了 变成这个状态 那这个是你要怎么办 OK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这一题是说 当随着时间 记住啊 我们Homwork是Sudden Extension Expand Al 假设到三倍的Al好了 就这么简单 Sudden 那请问一下 你的状态要有什么改变 好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T呢 变成Tal的时候呢 它渐渐地变成L Tal的一个宽度 请问一下发生 这个时候 这个我们slowly change 要多slow 我才能够跟得上呢 也就是说 假设我慢慢变呢 我本来在 在ground stay好了 但是你慢慢变 我也跟着你慢慢变啊 因为我变化速度 反应速度快 就像单摆一样 单摆一定要摆得够快啊 我不能够单摆摆这么慢 我都走到赤道 然后还没有摆 那就不行了 单摆一定要摆得够快 那随着我在往赤道走的时候呢 它一直这样子摆 一直follow这种的状况 最后面 它还是在ground stay 但你知道 这个ground stay 非这个ground stay 这两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OK 那多slow 可以让你达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再预估一下 谢谢大家 那么 他呢 太慢了 变化了这慢到呢 让他原来呢 在the angle state of L0呢 变化到 the angle state of L0 OK 他就让他变化过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简单的式子 来看看 对这个例子的momentum而言呢 那P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h bar over L OK 这个时候我们将他所有的那些 杂七杂八系数 通通都弄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T呢 我们定义 the time takes to complete the whole process the entire process OK 假设他的变化 从一个L是零的变化到大L 假设这当中的这个变化量 OK 我们把它想成变化量就是L OK 我们把L tau 减掉L0 把它定义成为L OK 假设我们是这样 那么 我们把这个L除以时间 不就是他所需要的总时间吗 对不对 单位 时间 它变化的长度 OK 抱歉 抱歉 除以他的速度 它变化 需要一点速度 OK 那么 它是不是经过整理完之后 你把上下乘向质量 下面是不是就变成momentum P 上面就变成m 乘上长度嘛 对不对 它你的变化量嘛 然后呢 P呢 会等于H bar除以L 所以L又可以压上去 OK 那我们 这个呢 只是告诉我们说 它要完成这整个process 所需要的时间 大概是怎么样 好 那么我们假设 就来定义 What is slow Slow 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每一个cycle 假设这个是个周期性 可能这个 无穷方形的 它变大又缩小 变大又缩小 变大又缩小 好像个周期性的东西 那么 我们就会说 假设它每一个cycle呢 长度的变化 除以 我看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看一下 我定义这个L 好像定义的不是很好 OK 可以 那么我们这边呢 基本上可以大概写成 DL over DT 它的变化率 乘上 T嘛 你所需要的时间 除以L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这个时间呢 这个Slow呢 它一定要一定要很小于1 我们才定义为Slow OK 也就是它的变化 跟它本身的状态的改变量 一定要怎么样 不打的状态 不打的状态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 All right 那第二个方式的 Estimation呢 Method 2的方式 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时间 直接写成Omega Minimum 这叫什么 叫Omega Minimum 它指的是 最后的 起初跟最后的 的这个频率 X 的这个角频率 OK 它以 它这个的颠倒 就相当于我们的 这个时间 OK 比如说好了 这不是无穷方简 它本身的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能阶吗 对不对 好 那么 它能阶上阶跟下阶的差呢 差了多少 我们就发觉 它可以 你把上阶两阶呢 算一下 你发觉 它刚刚好 就等于这样子 OK 这个跟那边的 这种推理出来的 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OK 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非常非常像 OK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 我们写在这边 我们回到刚刚 那个Simple Harmonic OK 那我们呢 HT呢 把它写成 OK 那么这个是T呢 在负雄大到正无穷大之前 OK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的刺激只有在 T等于0的这附近有关系 而且有套来决定它的宽度 对不对 因为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刺激而已 假设 我们将这个套啊 把它变到了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 也就是说 这个宽度是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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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 它从无穷远处的 很小的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变化 一直的变化 假设是原来这个呢 之前几乎都是0 一直一直 approach 一直 approach Approach到非常靠近0的时候呢 它再开始上升 一过了0之后又掉下来 但假设我们把它放到无穷大 它是不是慢慢的上升 慢慢的上升 慢慢的上升 对不对 到0的这一点呢 上升到这个数值 之后又慢慢的下降 又慢慢的下降 又慢慢的下降 所以这整个呢 我们的expect它呢 应当是怎么样 它一定是Adiabetic process OK 那么我们就说 当T一开始的initial state initial state的时候呢 T等于负无穷大 OK 那这个时候呢 Harmittonium是这样 OK 我们把这个定义成为H0 因为那个时候负无穷大 事实上就是一个 假设整体有一个固定的影响 不随着时间改变的 那么我们把那个叫H0 它在负无穷大 一定是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呢 慢慢的变化 变到一个final state change slowly 最后变成final state T呢 要变成正乌穷大 但是正乌穷大的地方 它也是恢复到原来啊 那也是要跟H0一样 那是不是代表这两个 你从这个状态出发 最后不管你怎么变化 最后又回到这个状态 对不对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经过了这些 它会有存实性吗 它不会有存实性 它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上面去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这两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P0到1啊 聚静一点 也就是Omega乘上淘 有很大很大很大 Omega乘上淘 我们先前的那个 哇 擦掉了 各位回去翻一下先前的那个 那个equation 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调出来 OK 因为先前的这个呢 会等于什么 一大堆常数 最后称之下 exponential负的 Omega tau的平方 除以2 像Omega tau要是无穷大 很大很大的时候呢 那就代表这个数值呢 等于0嘛 它probability才会等于0 OK 它指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这个时候呢 tau呢 我们就发觉 要超过于Omega分之一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 Odiabetic process 跟这个的讲法完全一样 OK 好 我看看 我们呢继续下来 假设我们现在pterbation呢 是另外一种pterbation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之前有讲过 是一个periodical perturbation 那么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假设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那这个为什么是periodical呢 因为一般周期性呢 我们简单的表示是 就是会用sin cosine来表示 那我们现在呢 不管是sin还是cos 我们用exponential来表示 更加的简单 对不对 exponential iOmega t 本身就可以分解成为cosOmega t 再加上iSineOmega t 那我们要是知取直数 那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等一下啊 我把电脑拿出来 OK 而且是他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 才开始加紧了 OK 奇怪 我那个怎么不见了 这个怎么会跑到最后面 我把它放好 免得它掉了 放在另外一边 当按摩器用 前天啊 我一个朋友非常紧张 他去借了一个电磁波 的侦测设备 因为他担心 他们家附近有高压电线 就他一侦测 他们家附近 还真的很多高压电线 那室内的那个电磁辐射很大 所以他就很担心 就找我去问问看 他又请我在我家量量看 结果我家怎么量都是零 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倒霉 他住的地方怎么量 都是一大堆毒素 那后来我们家一量呢 就最大的电磁辐射讯号床那边来 都是手机你知道吗 我就奇怪怎么 我突然间没有毒素都是零 然后突然间增加到 好几百个mini 的mini瓦 然后呢又变成没有 又好几百个mini瓦又没有了 隔个二三十秒来一次 后来我在想什么东西会那么周期性的 二三四秒来一次 我就想会不会是我的手机 因为基地台 他怎么知道你在这个基地台的所在地 你手机要随时告诉他我在这边 对不对 人家才找得到你 所以他要随时发出这个讯号 所以我就一直追追追到我的手机旁边 就放在旁边等 果真他几十秒就发出一个很强的讯号出去 就很强的讯号进去 OK 就发觉后来发觉不止一个讯号 后来我又说我们家谁还有手机 因为有客人嘛 就发觉每个人手机都发出一大堆电子辐射讯号 所以只要把手机关起来呢 屋内就好安静了 什么问题 就一点问题都没 所以我们带着手机真的要很小心 对不对 OK 好 那后来我们继续 不管他先把这个讲完再说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pterpation 我们就可以说OK 你final state 那就把这个公式带进来啊 最右边那个 它是等于 我先看看 它负的跑去哪里 我先看一下 OK 这边很好玩的 一件事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这边是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要减掉 它就要减掉 所以这个没有错 我们都可以一样化录录下来 OK 这边又加个负号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积分啊 很快就把它算下来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 OK 得到这个之后很快呢 我们就会计算probability 从一开始的状态 跑到final状态 它就等于这个的平方 所以呢 会得到 这些都很快 后面呢 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 equation 就是sine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equation OK 那这个probability是什么 前面当然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transition 你从dj 透过这个peterbation 跑到了df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上次讲Fermigolden rule 我们有在计算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上次不是举个例子吗 我们给一个电磁波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就可以看成一个diple 的interaction 然后就让原子 怎么样诠释讯 你就看看这里面的 eigenstate是谁 然后这个是谁 对不对 那怎么作用 我们上次都有讲一下 OK 假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很像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式子 我们知道学过光学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最常看到的 这种干涉性条纹的式子 假设呢 我们有个sin 平方x 不然就sinx 除以x的平方 OK 它是怎么样一个 它是类似一个 我来看看我的图画在哪里 我来看看我的图画在哪里 是如此 那些 不一定是 我来看看 OK 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边就是π OK 它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peak的equation OK 然后呢 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这是一个peak center在那边 x等于那地方 width呢 delta x呢 它还是π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 那我们从这边来看 delta x x是下面这个 是不是下面这个就 差不多等于π 对不对 那么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ωfj 现在ω2分之t 这个 它一定要怎么样 差不多就是π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写下来了 那ωfj ωfj 就是f能阶 减掉起初的j能阶 除以h bar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呢 这边是不是 马上就可以得到 就是马上就可以得到 1f Pi over t 或者是你喜欢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你喜欢把它写下来 第一个,你这个纯实性的probability本身一定要怎么样,不能等于力,第二个,后面这个像呢,它告诉我们时间上面有个限制像在,比如这个的变化呢,一定要在有效的变化里面,在这里面,它才有最大的几率,到了外面呢,种子有damping,都越来越小,OK,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下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式子,OK,这个式子呢,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当我们时间很短的时候,很短的时候,时间很短,是不是这个像非常非常非常大,这个Omega是外面电磁辐射的,外面这个pterpation的angular frequency啊,你一定是个有限制嘛, 但你t很小的时候,这个值很大,大到后来你几几乎可以不管这个,几几乎可以不管这个,不管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的能量差会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就相当于这边要非常非常的大一样,那你的蠢实性的几率呢,就没了,OK,因为上面是oscelation嘛, 假设我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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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那抱歉,好,这整个的数值呢,就没了,你就没有这transition probability,好像说,我一个刺激进去,你要它从刚开始的状态跳到一个超级超级超级高, 我明明只吹它一下,它就从一楼跳到七楼耶,哇,我好会吹哦,对不对,到底它是只骗人呢,还是我吹的力道很大,假设它不是,我吹的力道也没那么大,就代表它跳上去这个几率是零的,好,第二个,当我们这时间啊,比较长的时候,比较长, 长的话,很长就代表你这个作用,已经作用一段时间了,那是不是这个数值几乎就等于零,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我这个蠢实性吻合,跟我光的能量一样,跟我外在刺激能量一样,我就可以有跳上去,对不对,那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OK,差不多,那么它就是告诉我们说,假设, 第二个假设,这是从另外一个equation,这是从另外一个equation,OK,那么就告诉我们说, 变成很大很大,那么这个是不可能的,OK,好,假设呢,我们让时间,再多等一下,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我们不要让它到,太短嘛,你任何的刺激都要有,所以它告诉我们,当你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我这个坡倒了,我这个刺激倒了, 就像我们前面讲,我手刚好移进去这个蜡烛里面的时候呢,我是不会有感觉的,OK,它不会瞬间呢,从这么小的刺激,就让我手一一伸进,立刻就手,它不会的,它总是有一段时间,所以假设我们让那段时间长一点点呢,OK, OK,好不好,我用这个地方 OK,我们现在开始,就让它真的等久一点点,好不好, 我们让T呢 就从负的二分之大T 一直变到二分之大T OK 然后呢 and then set 大T呢 曲线无穷大 那就代表我们影响就一直下去 那么在这种做法下面呢 我们的第一啊 final state 就变成limit tall呢 把它曲线到无穷大 OK 那前面都一样 负了i over h bar 这么就等于负二分之大T 到二分之大T咯 后面呢 一样 fj plus 这个 就定义成了 Hermittonium fj plus OK 这个定义呢 前面也有写 在这边 OK 那我们只是为了符号 简单一点 后面呢 是omega fj 简单omega t plus d t吧 那么这边呢 经过整理之后呢 它几乎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就跑出一个delta function出来 OK 那probability呢 产生这个transition的probability 当然就是它的平方 DELTA function 就要产量 OK OK 哇 这边有个地方 我有怎么 我看看 OK 那么这边有两个delta相乘 对不对 两个delta相乘 这两个delta相乘 delta乘以delta 我们呢 可以把它写成 怎么样 你看 嗯 这是什么东西 我自己在写什么 我怎么看不懂 没关系 课本借我一下 这边课本都有 我一定是 把什么东西抄下来之后 抄错掉了 哦 二排了 字写得太丑了 OK 这个计算呢 很简单 你们算一下 那么这样一来呢 马上呢 我们又是把这个 P啊 好了 不管它 先擦掉 OK 我们要是把这个 Probability呢 J跑到final 这个除以t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很快 简单的数字 OK 这个就是我们 更轻松 更容易看得到一个 Firming Golden Rule 我们说过 最重要是 前面这个 什么呀 这个transition matrix 本身不能够等一点 第二个 后面它告诉我们说 什么时候可以有 有transition呢 当你外面进去的 这个能量 跟你这两个 能接差的能量 一样的时候 因为它第二大方圈 一样 exactly一样哦 那这个时候 它才能够完成 这个transition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呢 只要时间长一点 我们吃鸡长一点 它吻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 外面输进去的 这个能量 H bar omega 要等于这两个 能接差的能量 这第一个 但是有了这个 并不代表 它一定可以transition 因为它要 dependent前面的 这个 这个patterpation的matrix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Firming Golden Rule OK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先下课一下 我将荧幕降下来 我要上网找一下 Slaying Golden Rule 这边 你会发觉有好多 OK 好多 那我要你们呢 有一体作业 去里面找一个 告诉我 它怎么得到 OK 你就去试图找资料哦 OK 但有的呢 可能我们都解过了 你们尽量试试看 不要找那个 我已经解过了 OK 找一个 跟你研究比较近的 你看看你能不能研究一下 我给你们一段时间 其中考那天教 那一题 OK 你一旦会了 你考试一定一百分 我会 好 我们先下课 然后我会将这个呢 叫出来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